Leyo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全員者的為名 是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 他前期的這個吃肉的加成 是還蠻不錯的 吃這個爪哇野豬還有鹿肉之類的野生動物 都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而且哥德仁開局就可以直接直播 馬上研發完成 所以他也可以開局一村去搞事 去搞對方鹿阿豬阿 這村是不是要去搞事了 哇這村是要去搞事的阿 所以哥德仁可以省下支部的時間 多了這個一村的經濟加成 所以前期的哥德仁不再會有那種 前期被稍微弄不下就死去的狀況 那哥德仁他的步兵折扣是有一面最多的 這個士氣灌入還有井坑 就是在講哥德仁 可以讓這個均勻的生產速度 增加100% OK 那這位哥德仁呢 種田大王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肥龍 就是所謂的Vivita 他這次呢 應該是隨機到了哥德仁 濕陽呆舊骨 唉唷但是有發現自己的鵝被拖嗎 好沒有他要去趕路 看到路都被射掉了 直接閃人趕快去找路 還要去保護一下野豬 好那肥龍這邊呢還在繼續繞 看能不能找到豬阿或是其他的鵝 在野外探路的鵝 看來是有機會找到在旁邊而已 哥德仁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打火槍火炮 還有步兵 哥德衛隊 他也可以打散毛兵 這是他的優點 但他的缺點也比較明顯 是他的騎兵是比較弱的 但哥德仁呢 又有大落馬的 所以雖然沒有三級馬海 大落馬還是稍微可以弄的 好那這邊想要圍 但來不及圍起來 這邊用織布的優勢先去尻對方村民 太狠了 逼HERA這邊一定要趕快點織布 跟哥德仁互打 哇肥龍這招有料 有點弄到HERA的感覺 好在這邊HERA只拉了一村去應戰 先把他逼走 好繼續追嗎 兩邊都有織布技術 但現在HERA這邊有血量上的優勢 這邊先上高地一個細節打擊 先優先攻擊對方的肉馬 OK這邊高打第一 肉馬血量掉的比較多 HERA這邊血量再掉更多的話 可能就會失去主導權 好那HERA這邊的文明是日本 好這邊再看一下 日本人在這邊的加成並不是很明顯 如果是波蘭的話可能會回血 現在黑暗時代好像不會回血 風暗時代才對 日本人在前期的一個優勢來說 只有這個礦場比較便宜 還有這個伐木場的魔法比較便宜 完蛋了 這邊先被對方拿到高地優勢一個反打回去 現在兩邊血量調子差不多 13D跟14D 還在秀 但是HERA這邊的村民血量比較多 直接把哥德爾給打了回去 好各位學費了嗎 當對方想要秀你的時候 那你就拿一村點織布秀回去 哇靠這個血量打到變成8D跟8D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世界頂尖的肉碼操控 跟這個村民前置壓制 打得很精彩啊 回答一下 唉唷 好強好強 HERA真的好強 我的天 好喔剛好找到兩頭火雞 這不是蛾 原來是火雞 Talk it HERA這邊是點下了封建史代的升級 好 笑死了 我黑龍要搞你的路啊 哇 搞對方路反被自己也被搞到了 尷尬啦 這個肥龍有點微妙 沒想到弄巧成佐 自己的路也是被射爛 好 日本人已經走到了火雞的墓區 這邊是要圍牧牆嗎 哇靠 真的是圍牧牆啊 繼續圍繼續圍 在這邊再打起來囉 還要再圍嗎 還要再把這村圍圍起來 沒有沒有沒有 圍不起來 手速沒那麼快 好這邊也想圍 好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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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的天 是世界冠軍是這樣子玩遊戲的嗎 為什麼 HERA的遊戲跟我玩的不太一樣啊 好那HERA在這邊點下了 火雞史代升級之後 OK 先去 應該會補一個肉馬開嗎 就是沒有挖金礦喔 我覺得肉馬開的機率比較高 好這邊搞完之後 拉村民拉走 這隻村民可能會死喔 現在 哥德這邊的棒棒已經出來了 肉馬也還沒有死 哇這村應該燒死 沒錯 好啦被收掉了 欸結果沒有肉馬開 選擇一個射箭場開 這樣才挖金礦 稍微偏慢了一點 損失了兩條路肉 這個肉還是稍微少了一點 所以決定選擇 這個射箭場開局 那日本的射箭場其實還不錯 反正他的拇指環也有強盾 打起來還算是 偏弓兵也OK的齁 弓兵步兵都是日本可以在後期打的兵種 前期肉馬稍微用一下而已 好先棒棒上來硬敲 要收掉這隻弓兵了嗎 有機會拉走 OK 沒有問題 好那個哥德人這邊是 三十隻 三十個人口 繼續點上去 有點卡人口囉 人口一點多 打棒棒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這個防止要一直蓋 好弓兵再秀 這隻殘血的弱馬不能送掉 棒棒很想尻 好 但是被修 沒有收村 這邊肥龍想要讓 Hera收村 但是 Hera完全不屌他 這邊一收村 這些村民就不會採資源 如果能用一隻棒棒 減少對方的資源採集 畢竟這兩隻弓兵 一直A下去 有四能收掉這隻棒棒的 所以不收村反而是好事 那Hera這邊把細節打到最極致 頂級操作 那Hera這邊繼續補農田了 而且這邊有一級伐木 該點的還是有點 雖然沒有點這個一級農田 但無傷大癢 畢竟只要等到第二片農田開始灑的時候 再去點一級農二級農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撐到二級農出來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花點時間喔 所以應該還是會先點一級農 二級農不會直接上 甚至可能二級農不上 直接點二級伐木 直接開農上去也是個辦法 好 那封建時代大致上 應該就是這樣子了 好 現在是四隻弓兵 稍微區繞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 敵人的防禦破口 或是騷擾一下墓區阿 之類的 那如果現在落頭出來的話 就很容易被抓爆 好 準備要進去 但是被擋住 哇 直接被射死了一隻弓兵 好 那Hera這邊遇到了 對方大量的毛兵 還有槍兵過來 好 開始在騷擾村民 這邊騷擾村民 真的是在爐小而已阿 爐爐小小 好 落馬過來 先射掉這隻 好 趕完天進射擊 射好 射掉那隻槍兵之後 攻兵就可以走了 接下來靠落馬打完就行了 OK Hera這邊的細節做得很好 好 這邊點下了 城堡塞升級囉 好 要K電了 哥德這邊稍微落後了一些 而且轉出了弓兵單位 嘿呀 再個盤打回去 好像Hera這邊的弓兵秀得更好 哇 直接把哥德爾的所有弓兵射爛 好 這裡稍微買賣一波 但沒有賣石頭 趕快點城堡塞 好 這時候Hera點下了一級農田 好 這邊直接拉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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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這邊點下了 停種 迴轉情勢啦 唉 OK 應該是 但是沒意外要轉起勢了 現在HERA的木頭有點爆量 待會可以趕快去補TC 3TC嗎 先補一個4級 這4 3TC 右邊還開了一個 各位在這邊補下了戰毛病升級還有二級射 還有二級伐木 還有輪走 好 HERA這邊提示點了出來 好這隻7隻戰毛兵 開始往前壓 好後面往後拉扯 看一下這邊 能夠進去嗎 好 陳寶賽 騎士出來 勝率出來 可以射掉勝率嗎 勝率很關鍵 OK 點掉了 好 但後面槍兵數量也挺多 四隻槍兵 應該能打得贏 如果高達第一騎士應該是有機會 但HERA並沒有打算要直接硬上 反而是用弓兵先修掉了一隻槍兵 細節還是有先拉滿 好 這邊直接硬上了 這應該是 好 被戳掉了一隻騎士 好 哥德爾這邊打出來的東西是 馬攻策略 馬攻策略 最近的哥德爾人非常愛打 原來他有三級色跟三級馬卡 而且也有品種 他的缺點就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哥德爾人打馬攻路線其實蠻奇葩的 但確實喔 在實戰上來說 哥德爾確實打馬攻是OK的 就像亞美尼亞人 雖然他沒有三級馬卡 但還是有一些職業選手 不去打這個重裝騎士 道理是一樣的 雖然不是最強的騎兵 但是 再依據戰況還是可以轉出來使用 好 日本這邊是補下了日本武士 但現在日本武士打不贏馬攻 所以先行轉了一些奴炮跟投石車 想要稍微反制一下 這邊有投石車跟奴炮壓力有給到囉 好 這裡點下了步兵 台甲跟撲衛技術 好 那日本人這邊是拉了一些村民開始往前走 這應該是要來蓋堡 蓋堡的好地點喔 看起來是上方這裡 哇 也是可以晃到兩個金礦 這個地方還不錯 如果是蓋在臉上的話 哇 看 真的要蓋臉上喔 那你的誠命要夠強喔 才能蓋在臉上喔 好 投車砸一發砸掉大量的戰毛 倒地 還有啊 這一波的 日本武士萬歲衝鋒 有料嗎 哇 生女結果被砍掉了 好 這裡趕快鬼轉一台投石車出來防守 這裡城堡要是被蓋起來會很傷 日本武士被投石車砸了一發 看來要直接衝鋒去尻掉那一台投石車 前方的馬公也是直接被手刃掉 後方的奴炮串燒掉了生女 後方的馬公繼續補路過來 想要阻止對手 這裡馬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的蓋寶打得非常驚險 但是哥德爾暫時沒有辦法阻止 黑羅拉繼續蓋城堡 哇 日本這邊的萬歲衝鋒 只會往前 壓力好大 好 這裡又一台投石車出來了 那應該是出來直接被 欸 A掉 日本武士殺人很高的喔 好 開始砍 順利砍掉了 好 中田大王 中田大王 看到這個名字就想 就覺得蠻好笑的 好 哥德呢 這邊是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日本呢 這邊前面壓寶 哥德趕快上帝王轉巨頭反噬 是最正確的選擇 我哥德認為是 因為在城堡是在哥德爾 你要反制日本武士 而且還有城堡前壓衝車這些東西 你暫時是沒有辦法解掉了 但到了地龍時代 你有一根城堡的話 轉出哥德衛隊 解掉前方的衝車跟城堡的巨頭C 解掉對方城堡 然後對方日本武士 你繼續用馬公子 就沒有問題了 簡單來說 待會哥德爾 你一定要挖一棟堡 在家裡防守 蓋這個位置 然後去產巨頭 稍微防守日本武士進來 然後如果他衝車 真的衝到城堡附近 但一些哥德爾會對防守 就沒有問題了 那現在最可怕的地方是 你完全不知道 對手現在這邊在幹嘛 像是Hera這邊 他是不是已經點帝王 還是這邊在暴弄 因為你在進入防守狀態的時候 你不太會去開更多的TC 你可能是會想要極力防守 這時候很容易被打出村民差距來了 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哥德爾是102村 對上Hera123村 雖然Hera沒有時代上的優勢 但是壓力給的非常巨大 村民給的非常多 等哥德爾突破這邊的防線 自己也差不多可以點帝王思愛 所以Hera這邊是用了一個 軍事去交換時間的打法 哥德爾覺得打得非常細緻 好 這個就是戰術的取捨 目前看到Kera這邊是點到了 電王思愛了 2分45秒 哥德爾這邊是點下三級色化學 先把馬功傷害提升到最高 中抓馬功通常是最後點的 因為中抓馬功的成本是更貴的 900多肉 黃金也是特貴的那種 這邊蓋一個箭塔趕快防守 但是來不及了馬功已經衝過來了 上方的防線出現漏洞 省省了一些村民 好這邊趕快再把房子打一下 利用時代號1分半 好這裡再圍 好中抓馬功還是給到一點壓力 但是這邊要圍嗎 來不及圍田 田要低調 來不及幹 要是這邊可以把田低調的話 這邊趕快圍了一條線防線 後面的奴炮跟城市中心 就直接全吃這些馬功了 當然Hera很可惜 所以並沒有成功 好這邊種田大王 繼續轉出巨型球C 加力防線繼續進攻 但Hera這邊有村民上的數量優勢了 好這邊用 重遊車去解掉城鎮中心 這個 日本武士應該也可以直接去手撕城鎮中心 也沒問題 隨便串燒 喔串燒非常痛 哇血量只剩下108滴了 好這邊果然往前衝鋒 砍掉了城鎮中心 下方的石礦跟金礦的採集區都被控制住 哥德這邊就會顯得很尷尬 野外的資源都被敵軍控制住了 因為被鎖在家裡 不太敢輕易去外面控圖 所以Hera這邊的打法是有一連貫的優勢在 雖然時代上會稍微落後一些 但這確實是蠻適合日本文明的打法 因為日本一定要到帝王世代後期 有大量支援可以點下戰毛兵 跟日本武士的升級 他才可以把自己變成完全機體的狀態 支援消耗量是非常巨大 他這邊沒有弓箭鎧甲的關係 戰毛兵還是有點難打喔 趕快回頭補一下 這裡射箭長補了6個射箭長 防出戰毛兵 哥德爾也開始把自己的城堡往前蓋了 開始想要往外出來奪回自己的礦區 那這個礦區已經被挖到只剩下456石頭了 當日本人遇到馬弓情況 通常只能用魔砲或是戰毛兵去反制 當然打強女也是可以的 但比較省支援打法還是戰毛 那日本武士的話就暫時不會出門了 當作戰毛兵的後備預備隊 如果對方轉出各的衛隊的話 再去反擊就好了 所以日本武士在這裡並不會有太多的主動進攻的策略在 好 那這邊是為了要去收掉對方的軍銀投資機 日本武士直接往前 硬拆掉沒有問題 但日本武士這裡是不能去打 主動攻擊對方後方的農田喔 剛剛是要講這個 然後一直在講這個 這個話有時候講得不太完整 很容易被誤會 好戰毛兵繼續反擊 轉火槍打日本武士 哥德這邊是做了一個最正確的判斷 但打火槍的話 依舊是沒有辦法解決掉戰毛兵的問題 哥德遇到這個情況 我覺得可以轉一些肉馬出來 大肉馬升級去打戰毛兵 因為你用哥德衛隊的話 日本武士可能會有外增傷效果 而且非常吃黃金喔 黃金銷量巨大 但哥德衛隊的好處就是 直接按出來 不用升級 就可以去打哥德衛隊了 就不用去 打這個戰毛兵的 迅速成型喔 是比較快的 所以有力就有必要 好這邊馬功 往前繼續點 好這邊收村 十隻馬功 好 OK 往後拉 喔 收掉後方的僧侶 這邊戰毛兵 去點 但是被衝到了一堆哥的衛隊過來 直接貼了上去 我的天 哇 日本武士直接往前 少任哥德衛隊 這邊哥德衛隊繼續往前輸出 開始打到後方的巨頭 但是日本武士反擊非常快速 直接手勢了一堆哥的衛隊 後方馬功還在被追逐 後方戰毛兵也追了過來 應該沒問題 好看一下前方 這邊沒有在空 完了完了完了 馬功要被吃光了 躺不住 戰毛兵打馬功 小武太好了 完蛋 中田 大王 可能沒有辦法中田囉 正面開始打不贏了 日本武士下了金冠技術 讓這個巨鏡頭世界拆裝更快 銀冠則是增加劍塔的箭矢數量 然後這邊日本武士直接上前 三級攻還沒有好 一刀兩刀三刀三刀一隻 哥德衛隊前面直接被砍爛 哥德還能再繼續打嗎 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日本武士這裡真的是太屌了 防守反擊 他過來日本武士就上前 然後直接砍爛了所有的哥德衛隊 這邊真的是遇到日本武士比較難打的地方 哥德其實在遇到這種情況來說 是本來就是對日本來說是比較劣勢的 哥德打日本有點算是被counter啦 文明勝就是這個感覺 但哥德其實也不是完全打不贏日本武士的 只要自己經濟夠好轉出劍兵勇士 正面硬扛的話還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數量過多 所以哥德這邊的核心目標應該是要趕快到150村 把經濟全部拉起來 然後轉劍勇才可以打 但為什麼他不轉哥德衛隊 不轉劍勇的 因為他的成型時間太慢 而且他的馬攻吃了太多的資源 沒有辦法即時轉出劍兵勇士啦 那即使要防守住正前面的話 一定要轉哥德衛隊去稍微打 所以有時候並不是他們不會打 而是為了這個戰況需要 而是馬上轉了一些現有的兵來打 那這邊HERA呢 這邊是打出了所有資源的勝利 那哥德這邊是資源有點稍微稀少了一點 聖明數也不是到了150村 大概120左右而已 軍事方面的思論拿到1.14的KD 那兩邊的經濟跟這個戰神比起來 我覺得HERA這邊的細節控制 有滿滿的細節 可以講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